2012年4月14日 萨尔瓦多发生了一件举国震惊的事 这一天警方竟然没有接到一起凶杀案炮警 要知道在这之前 该国平均每个月发生近600起谋杀案 这个小国拥有地球上最高的谋杀率 这里的黑帮人数竟然是军队的两倍多 警察每次去抓捕黑帮成员 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 全城都得戴着头套 平时出门更不敢穿警服 生怕被报复 本期穷凶极恶之地 我们走进这个被黑帮支配的国家 看看他们究竟嚣张到什么程度 萨尔瓦多是中美洲小国 人口只有上海的四分之一 但是这里的谋杀率却出奇的高 平均每天发生20起命案 基本上每隔一个小时就有一截 绝大部分都是黑帮所为 该国最大的两个帮派 一个是MS13 也叫蚂蚁帮 位列世界十大黑帮排行榜帮首 另一个叫十八街 位列世界十大黑帮排行榜第五 眼前的这个狠人是十八街的龙头老大 圣地雅哥 对于为什么这里黑帮盛行 他说因为政府放弃了他们的灵陀 我们只好代为掌管 在他们眼里政府是最不值得一提的 几十年来两大帮派为了抢占地盘和毒品生意 在全国各地展开殊死搏斗 每到一个街区就把它变成战场 到处可见黑帮分子留下的涂鸦标记 即便是首都圣萨尔瓦多也不例外 这里绑架勒索盛行 杀人事件频发 连记者进入采访都要穿上防弹衣 此外晚上开车时千万不要开车灯 否则黑帮会立即知道你是警察或者外国人 最惨的要数当地老百姓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敢出门 因为一旦出去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有些人死在城市的公交车上 有些死在乡间小路 也有些人在路上被黑帮抢劫 甚至踢个足球就莫名其妙的被杀害 这位大哥告诉记者 没人敢惹黑帮成员 在大多数居民眼里 这些人就跟外星人一样恐怖 出于对暴力的恐惧 当地百姓只得向黑帮交保护费买平安 记者采访的时候 绝大部分居民都避而远之 只有一个摊主勉强接受了采访 但是不允许拍摄 他说每个月要给黑帮交25美金保护费 由于不同的黑帮都会来收 每个月光保护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么问题来了 人们的生活如此艰难 为什么警察不狠心镇压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 警察也自食难保 一方面他们人数没有黑帮多 另一方面黑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他们的势力早已根深蒂固 该国大约有50万人靠黑帮为生 差不多占了这个国家人口的10% 这些人会充当黑帮的耳目 替他们打掩护 加上几个黑帮大佬 都是出国留学深造过的人才 警方很难搜集到证据 上世纪80年代 萨尔瓦多爆发内战 残酷的战争使得无数人逃亡到美国 这些难民入乡随俗 成立了街头帮派 后来被抓到监狱深造 在监狱里他们得到了 芝加哥黑手党教父的指导 原本民风淳朴的萨尔瓦多人 学会了各种非法勾当 打架斗殴 谋杀贩毒无所不包 出狱后他们决定回国 带着老师教授的这些技术 为家乡的黑恶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这些在美国监狱留学深造过的黑帮分子 回到政府软弱无能的萨尔瓦多 他们的势力野蛮生长 很快遍布全国 黑帮成员一度超过七万人 要知道该国的军队也才三万出头 黑帮都能直接和军队抗衡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 警察对黑帮成员自然是敬而远之 他们一般不会单独行动 因为得不到任何增援 很可能人还没抓到 就丢掉了小命 即便是集中行动的时候 警察也会全程戴面罩遮住自己的脸 平时他们不敢穿警服出门 不然肯定会遭到帮派成员的报复 政府没有办法 只得和两大黑帮谈判 并签订了一张停战协议 但是经历了一段短暂而脆弱的和平后 协议就成了一张废纸 后来政府又成立了一个赶死队 逮捕了一批黑帮高层 本以为这能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 没想到给自己挖了个坑 这些在美国监狱留学过的大佬们 手眼通天 即使深陷淋雨 依旧有各种渠道指挥外面的小弟 为了给政府施压 这些小弟们在外面不断制造混乱 比如杀警察 炸公交车 破坏公共交通系统等 形势反倒比以前更严峻 这种欺怜输出的行为 让萨尔瓦多政府颜面扫地 如今有一万多名黑帮成员 常年在监狱保持包住 他们在牢房里 也依然遵循严格的帮派制度 需要定期缴纳会费 帮派成员按照地位高低分配空间 入会早的可以有个地方安稳站着 倒霉的小弟 只能弄个带子把自己挂起来 这片区域关押的都是蚂蚁帮的成员 面对记者采访 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帮派身份 甚至摆了个非常6加1的pose 对着镜头大喊哈利路亚 这位老哥因为谋杀被捕 如今的他一脸虔诚 张口上帝闭口圣经 似乎每天在忏悔自己犯下的罪行 但是看着满屏的纹身 属实让人很难相信 还有这个叫奥多玛的大哥 他是蚂蚁帮的死忠分子 一看到记者就大吐苦水 他说虽然我有很多纹身 但是我真的是个好人 就因为长得像犯罪分子 警察就把他抓了进来 希望能有人道主义组织来拯救他 揭露萨尔瓦多政府的暴行 看奥多玛这一脸不愤的样子 假如没人来救他 估计早晚要走上越狱之路 这名女警察叫马沙基 记者问他 作为萨尔瓦多的警察 你最怕的是什么 没想到马沙基的回答是 最怕的就是穿警服的时候 他表哥曾经也是一名警察 因为一时疏忽 下班后穿着警服上街买玉米饼 结果身中55枪当场去世 更惨的是 去世后他的墓碑都不敢刻上名字 防止被黑帮追踪到 现在马沙基出门绝对不敢穿警服 不过走到哪都带着背包 因为包里装有武器 另一个匿名的警察说 现在的形势比当年内战的时候更糟糕 因为在战场上 至少知道对手是谁 但是现在根本不知道谁会来杀你 可能一个几岁的孩子 或者人畜无害的美少女 背后都会突然给你来一下 萨尔瓦多的人民 对旷日持久的黑帮战争 早已感到厌烦 很多人都想离开这个国家 比如偷渡去美国 有人专门做这个生意 男的7000美金 妇女和儿童4000美金 但是这些人 大部分会卡在墨西哥 被军队遣返 喜欢的话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请和大家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